美媒曝中共骇客瞄准一国际盛事目的,让人意想不到,美媒曝光中共网络攻击,正在将目标瞄准2020年东京奥运会,攻击主要分为五种,采取的手段极具隐蔽性网络专家称,中共骇客的最终目的,让人意想不到,竟然只是为了拉低外界。 对日本的评价广告,11月21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日语版刊文称,住在日本及美国的17.4万名日本人9月份,同时收到一份特殊的电子邮件,该邮件名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免费门票及礼品内容为,这东京奥运会的关注者们点击以下链接,可以为家人及朋友提供免费奥运门票, 还有机会获取600美元文章称,这封邮件是钓鱼邮件,针对的对象是对体育感兴趣的相关人员,媒体及体育企业,又使受骗人打开链接,从而获取密码,及个人信息。 而这一系列行动使中共黑客发起的网络攻击中国网络攻击代号,主要分为五种分别是7月到7月,我的奥,20经,面具日本和42020, 而且这五种代号,针对的目标和主要目的也各不相同,如我的奥瞄准的是个人,面具日本瞄准的是电信企业及网络接入商等通讯相关企业。 网络信息专家称,这些黑客的最终目的,不是钱也不是破坏基础设施,而是意在拉低外界对日本的评价。 因为这些黑客不希望,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评价超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同时,这些黑客还希望通过对企业施加网络攻击,让华国公司对投资日本产生恐惧。 从而有利于中共文章说,由于中共黑客行动呈现组织化,东京奥运会可能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影响。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DR11月20日发布报告,也称中共黑客攻击主要目标,不仅由美国日本,也是重点为此。 日本政府特意在通讯器材采购招标中,拒绝中共的两个大型通讯企业,参与投标显示出极强的戒备心态,针对中共对他国发动的网络攻击。 11月8日印媒Z News报道中,引述一名不愿具名的印度情报官员警告,中共秘密网军部队正在拦截和破译全球数字通讯。 这名印度情报官员说他们发现,中共负责网络站的61398部队旗下的骇客团体,在中共情报官员的协助下,透过对电脑系统长期入侵的高级长期威胁,AD系统从事网络间谍活动,并为情报搜集,追踪网络资讯来源,且拦截和破译全球数字通讯。 同时使用木马恶意软体,透过网络窃取资料,7月份也有报道称,中共军方的61398网络部队6月底,已完成史上最大规模的扩编。 除了继续加大各类网络和社交平台的监控外,对全球特定目标,进行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,DDoS,将是日程训练的主要任务报道,引述中共军方高层知情者的话称。 此次扩编方案早已报请中南海最高层核准整个行动历时长达半年,主要包括从各大军事院校和科研机构,以及战区选拔各类专业人才,而且还对相关人员的整个家族和好友圈,进行了周密续致和深入的背景审查。 经层层把关后分别抽调上海和北京一名技术主管透露,网络部队可以综合运用DDoS攻击的多种方式协调作战,并以进行数以万计的远程测试。